回向级先亡的意义 假使你真是想纪念或者帮助你的先亡者 你可以以他们的名义做一些功德 回向给他们 根据佛教 功德或者行善会带给行善的人 今生或者来世的福乐 善行功德也能够导向人 达到永久快乐的最后目标 善行表现于身 口 意 三页的活动 每一个善行产生的功德 积聚成为作者的信用 佛教也都教导人将功德回向给他人 由他人代授功德 换句话说 这种功德是可以逆转的 因此可以与另一个人共享 接受功德的人 可以是生前的 亦都可以是死后的 回向的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要做一些善事 做善事的人 只要将他得到的功德 说是特别为某人而做的 或者说是为一切众生 这种愿望可以在心里面说 亦都可以用语言表达 发出这种愿望 受回向者 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可以 当受回向的人 知觉到这种行动和愿望的时候 一种共通的喜悦功德 就会发生 这样受回向者 变成了最初功德行者的参与者 假使受回向的人 认同了这个功德本身 和回向者 他有时所获得的功德 甚至会比原来所做的更多 这个是因为他的喜悦较大 又或者他对功德价值的运用 更聪慧 也都因而更具功德 在巴里文的佛经注解中 有一些故事可作例证 功德回向的发起 不管受回向者 知道还是不知道 回向者是谁都会发生 但是最低限度 受回向者对功德的随起 是必要的 譬如 他可以随起地表示 善哉善哉 这样 他就做了一种耐心 或者口头上的赞赏 为了分享他人回向的功德 受回向者 必须冲心同意那个人所做的行为 并由冲地欢喜 做功德的人不能够阻碍另一个人分享功德的喜悦 即使他想这样做 因为他不能够控制他人的想法 依照佛陀的说法 在所有的行为中 思想是真正的关键 回向基本上是一种心行 回向功德 并不意味着 奪去了个人原来所做的功德 相反地 回向功德 能够增加已做的功德 功德 可回向于先亡 佛陀说过 一个人能够给祖先最大的礼物 就是回向自己所做的功德给他们 他又说 回向功德的人 还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功德 佛陀鼓励人们做善事 例如公养圣言 并以此功德回向于先亡者 施捨的时候 应该用死者的名义 并且在心里面回想 当他们在世的时候 他给我的财产 他所做的都是为了我 他是我的亲属 我的同伴等等 哭泣 忧愁 悲痛和感伤 这些事对亡者 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回向功德于先亡 是因为一般都相信一个人死后 他的功过总加起来 能够决定他的命运 人的行为 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再生到落土 或者苦趣中去 一般相信 有些死者可能去到分离的灵界中去 这些低层次的世界里面的灵 不能够发生 新进的功德 他们必须依赖我们这个世界的功德回向 那些在生前没有伤害过他人 以及在生前做了很多善业的人 将决定有机会再生到一个快乐的地方 这种人就不需要他在世的亲属帮助了 那些没有机会再生到快乐世界中的人 就要等待他们的亲属的功德回向 以弥补他们生前所做的不是 和促成他们再生到快乐地方去 那些再生到不幸灵界中的人 如果能够从他们的朋友 或者亲属处得到一些功德回向 他们就能够解除一些苦难 有关回向功德 能够被先忘者的佛陀教戒 是印度风俗的一部分 这种风俗已经流传了很久 在很多仪式中 这样做是为了先忘者生活于宁静和平中 这一个风向 对某些佛教国家的社会生活 有巨大的影响 当做任何善事 或者一遇到特殊的节日 例如先忘的生日 或者忌日的时候 人们就想起了死者 并举行某些仪式 在印度 回向者 从一个瓶 或者另一个小杯 倒水于一个容物中去 口中念诵巴里文解 其意思如下 河水满了 必定流日 流到远处的大海 在此处撕捨的 一定到达彼处的精灵 并保佑他们 如流过山顶的水 狠快流向平原 在此处撕捨的 一定到达彼处的精灵 并保佑他们 功德回向的起源 在学界公开受到辩论 然而 这种古代习俗 仍然存在于今天 很多佛教的国家里面 可惜今天 很少追随古老习俗的佛教徒 能够了解其回向功德 和适当回向方法的真实意义 一些人只是纯粹浪费时间和金钱 于一些没有意义的仪式中 去纪念先亡 这些人不了解 建筑大墓园 墳宠 紫屋 和供应先亡者随身的用具 对死者是不可能有任何帮助的 烧香 烧紫钱 或者屠宰可怜的生畜 以供奉先亡者 都对先亡没有任何帮助 焚烧死者用过的东西 以为死者可以从中获得好处 其实这些只是浪费 相反地 应该将这些东西 送给需要的人才对 帮助先亡的唯一办法 是做一些令人尊敬的功德 来到纪念他们 这些功德 包括布施他人 创办学校 寺庙 孤儿园 图书馆 医院 认证宗教书籍 和类似的布施功德 佛教徒的行为 必须经常是理智的 不应该盲从任何事 当有人为死者祈求上帝的时候 佛教徒照样以慈爱关照他们 或者做功德回向给他们 这些是一种最佳的纪念方式 能够使死者的名字 得到持久的荣誉 在他们幸福的情况中 死者将会报答福佑 给他们活在世上的眷属 所以 眷属纪念先亡的职责 是回向功德 和布施他人 这边 对 在这边 会发展 由于 大帝 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